者官好 中時這邊有兩題 想要請教 就是今天食藥署公布的這個封肩的內容 有我們核發了4個P號的高端疫苗 封肩證明書 那其中 P號分別是2106 2107 然後還有2111和2112 是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中間有跳號的情況 包含2108 2109 還有2110都沒有 都沒有出現在上面 想要 問一下這部分是 的原因為何 那第二個是想要請教一下是說 我們目前扣掉4類 能夠打到莫德納疫苗 第二劑的人 現在到底是 總共是有多少 那我們有 估算說 已經打第一劑莫德納疫苗 沒有第二劑可以打的人 大概有多少 那未來如果超過10到12週莫德納 還沒有進來 我們有替代方案嗎 第一個大概 所有的產品 尤其是 我們這種蛋白質疫苗 在相關的檢驗 相對的有很多的一個需求 要求 那中間的P號 每一個P號送進來 都是連續的 那中間有跳掉的 就表示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那當然問題分作一個是檢驗不合格 那這P號直接就踢掉銷毀 那如果是有一些相關的技術的新的資料 需要補件 那我們這P號當然就先不會封簽 要帶這些補件完成 那現在看到這幾個空號 都是有相關的一些技術性的資料 我們認為不夠完整 所以請他補齊資料後再驗 然後第二個就是在 第二劑 第二劑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在10到12週 那當然我們現在也在蒐集相關的意見 還有一些國際的資料 那專家在研究 我們以10到12週為一個目標 但是也不排除把時間拉得更長 因為我們的目標 是要廣泛的把第一劑的人口的涵蓋率 能夠涵蓋得更多更好 然後第二個在打第二劑 在這一批裡面準備 準備不是這一輪 然後下一輪準備要打莫德納的時候 到目前如果進貨沒有特別的一個改變 或是一個驚奇 那大致上我們再打一二三類 然後加上孕婦的第二劑 這是我們希望他在四週裡面去完成的 大概有將近7萬人左右 然後另外有7萬人是65歲以上的 然後其他可以放在預約平台 大概是42萬劑 應該沒有錯 好 那再講 就是我今天有看到就是相關的報告 那聯亞的高端我們讓他預先做 那其實 聯亞的他的EUA現在正在補件中 那一切看他的一個科學的證據 能不能說服了專家 然後專家去做相關的一個審定 不過現在他也一樣 他現在也做了19批 大概有19批的批號 也進到我們這邊 那已經檢驗完成 帶有一些部分的需要去補件 所以這些EUA的產品都是一樣這樣子 為了符合萬一 也不能說萬一 就是說如果EUA能夠過 那我們當然希望 那個產品直接在 合法合理的情況下能夠喪失 所以都要預作準備